2022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 尤其是上半年木星在双鱼的时候 它会带来某一种身不由己 被某一种状况给捆绑 我们都知道是什么状况 有很多事情跟你努不努力 已经没有关系了 可是正是这样的一个双鱼能量 它让很多谜底揭晓 也让很多本来看不见的问题 都浮现出来 所以到了下半年 就是我们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那么解决什么问题呢 接下来就看一下摩羯星座了 摩羯星座的朋友 2022年上半应该是蛮辛苦的 不过虽然辛苦 可是朋友方面贵人方面应该是蛮多的 我为什么说辛苦 是因为你的守护心在二宫 所以很多摩羯星座的人 就是一为前辛苦为前忙 二为了心目中你执着的一些价值观 或者是我要在哪里 怎么样才是我心目中的好表现 你的想法与众不同 那自然而然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就会变得比较跟周遭格格不入 所以别人想要改变你并不容易 而你要去抵挡千骏万马的整个过程 也是很辛苦的 不过这些辛苦有没有代价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2022下半年了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火星 这个火星呢 下半年的轨迹很不一样 他只带两个宫位哦 这是很不寻常的 在8月20号之前 他待在你的武宫哦 在武宫呢又合到了天王星 所以你与众不同奇妙之处就更加的凸显了 所以啊就算有亮相的机会 就算有爆红的机会 可能爆红的原因也跟你想象中不太一样哦 你自以为你身上的哪个地方是你的闪耀之处 可是事实上别人看中的却是另外一个地方 这可能会让你很意外 或者是很惊喜或很惊吓 但相对的如果你愿意打开思维去看看别人眼中 看到了你什么地方 说不定你会发觉出自己的异样魅力哦 那这个火星武功呢 加上天王哦 他也意味着在感情方面有不按牌理出牌的地方 比如说跟感情的对象聚少离多 或者是你遇到了怪咖型的人 这个怪咖应该怪的蛮彻底的不输给你啊 可是他越怪对你越有吸引力哦 所以8月20号之前也是蹦出火花 或者是忽然来电的一个契机 但是这个电呢电流比较不稳定了 也可能来得快去得快 所以想要把握的就可以看一下咯 他也会带给你舞台或登台的机会 所以整个下半年是从一个爆红的机会开始 有一个很闪耀的话题性 或者是不按牌理出牌打扮可能会让你很吸睛哦 可以把握一下 那8月20号之后到明年的3月25号 这个火星就会长期的驻留在你的六宫了 哎火星六宫六宫是什么呢 第一它跟我们的职场有关系哦 所以你会很忙那火星是一个有企图心有野心的行星哦 所以它走进这个职场代表你在职场方面 呃对大小细节你都是非常的不能放松 因为那对你来说就是完美主义展现的重要时刻 并且也正因为你把它掌握在手里你的所有的创意点子 突然间捕捉到的一些讯息才能够一并的放进去 所以你的工作方面会变得很有灵魂很有灵性哦 也相对的我相信做出来的成绩也会令人刮目相看 但是这个火星在六宫一直到明年3月25号 这绝对是一个过劳的时期 因为你为了求好你可能是不顾一切的 熬夜啦加班啦然后日夜赶路啦这一类的 它很可能会消耗掉你的体能健康资本 所以要注意哦下半年是容易有急性症状的爆发 很多事情可能来的很突然 突然就这里痛那里伤 或者是需要开刀针灸抑或是打针等等哦 所以下半年也是一个跟医疗蛮有缘分的一个时期哦 尤其是11月12月火星逆行的时候 老毛病复发特别要当心哦 也就是说隐藏在你身体里面 隐而不发的那个部分在11 12月就会爆发开来 所以请好好养生哦 这个火星的积极性如果用在养生或调整作息 上面而不是忘我的工作 可能会对你比较好 接下来最值得注意的星象就是木星了 木星从5月10号一直到10月哦 这段时期它会行经你的四公 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位哦 木星四公不是开玩笑的 它是开启一个人新的12年运势的起点哦 所以很多摩羯座很可能在这个时候会思考 要不要转换工作 要不要转换你的所在地啊 比如说搬家啊 比如说在新的领域重新创造自己的事业 这也有一点点像是被迫离开了旧的领域啊 亦或是成立新的工作室啊 搬迁住家买房卖屋啊 都是很重要的一段时期哦 而且说干就干哦 因为这个木星非常的有效率 所以如果想要从事这方面的运作 10月23号之前都是值得把握的 因为有贵人运来促成 比如说遇到很好的卖屋者 很好的装潢业者 然后家人也很帮忙啊 亦或是仲介也很厉害等等哦 都会帮助你快速的再重新建立基地这件事存行 那么到了年底11 12月的时候 这个木星就会逆回到我们的三宫了 也就是我们上半年的那个宫位哦 这是我刚刚说的兄弟姐妹朋友 是你的贵人的一个宫位 所以11 12月的时候呢 又是一个人际关系大爆发的时候啊 也许经过了重整你的事业啊 家人啊 又重新看回围绕着你的朋友 你会感触特别的多 你会很清楚的知道有些人 说不定他说话比较不好听 但他真的是为你好哦 亦或是别人的苦口婆心 不是没有理由的 能不能得到这些朋友的帮助 就看你的脑筋转不转的过来 当然更重要的更值得恭喜的一点呢 就是太阳水星金星这些很重要的行星 在下半年都行经了星环的上半步哦 行经星环上半步 对一个人的事业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也就是说之前你默默努力默默耕耘 在上半年别人都看不见 但是在下半年都陆陆续续展现出来了 并且你也有比较多要去出席一些正式场合啦 或开始思考理财关系 理财的部分也会比较愿意跟社会妥协 就是你比较社会化了 之前可能比较像臭石头的部分呢 也慢慢的越来越缩小 因为你可能有意识到想要成功 还是要接受社会的一些规则 纳入大家的意见 所以对你来说是一个慢慢正常的一个过程 跟你合作的人也会觉得 你开始有一些社会的概念了 这样很好 而且很重要的是 下半年唯一的一次水星逆行将在九月 它逆行在你的石工跟九工 所以九月的时候呢 你特别的有感觉就是你的老板啦 或者是长官还有父母亲 以及你的个人形象 还有你的事业建制等等的问题哦 这个是相当多面的 摩羯怎么可能不想成功呢 可是你的招牌是什么 你的形象是不是要再升级一下 要不要把自己弄得更有规模一点 符合大家的期待一点 或让别人一眼望去就知道 你是一个混得还不错的人等等哦 所以改造形象也会是九月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哦 九月十月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星象 那就是风筝阁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 这个格局哦 它的能量场是大好大坏的哦 以好的方面来说呢 因为它同时有土天四分加上木土四十五度 形成了紧密相位 在九月十月的时候 他们在哪里呢 在二宫四宫跟五宫哦 首先是二宫跟四宫的连结 比如说你的努力有没有得到家族的认同 有没有使你在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事业体的过程当中 给你助力呢 你的实力是否足以支撑哦 在这个时候 九月十月就会形成一个格局哦 就是说做得很好的 哎我想你不用宣传不用广告哦 时工就有贵人 主动的把你捞起来或者是支持你啊 所以这一切都水到渠成 并且你的天王星在五宫嘛 哎这个五宫就是你会因此而迸发出很出乎意料的才艺才华或者是某一些好点子 使得人家对你耳目一新跟你的旧形象完全不同 这是一口气一气呵成的一个崛起之路哦 但是如果不够好的话 那当然就会让别人觉得哎 感觉到你真的是很不好相处哦 真的是很臭脾气哦 所以大好大坏由你选择 说到感情呢 我们就不得不讨论到天王星的影响力了 说真的从2018年天王星进来以后 所有这个摩羯座同学哦 你们在感情方面哦 你们的与众不同的选择哎 就悦然纸上哦 就是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你们的眼光好奇怪哦 你们喜欢的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呢 当然你有你独特的价值观 你有你喜欢的类型哦 那么我们就来看土天在九月十月的时候 哎这个天王星就是你会遇到你蛮看的顺眼 或者是属于你能认同的类型哦 亦或是他能够影响到你 哎能影响到你这个不容易吧 那表示他应该是蛮有分量的 或者是他蛮有实力的 虽然你们是不同圈子的人 虽然这是一个可能年龄上跟你有差距 身份地位上有差距的对象 可是摩羯应该是很动心的哦 除了九月十月的土天哎 还有七八两个月的火天呢 所以从七八九十 都是摩羯星座桃花云还满旺的时期 好好把握 纵观2022摩羯座的下半年 他当然不轻松哦 你的守护星还在二宫 然后木星又走进四宫 所以对你来说为了你想要的事情 而付出时间体力去奋斗 而且也许别人看重的事情 你也不是很享受 虽然你的声望是很高的 但是在你心目当中 你就是那个还在默默耕耘的人 所以你的心情是不轻松的 并且2022下半年也是我说过的 未来新的事业运的起点 所以也是你思考人生重要事情的一个时间段 在2022下半 我们就好好面对自己的人生 什么是你要的 方向在哪里 你要的格局是什么 都是很值得思考的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